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鸭箱宝要拿一些出来啊 不然鸭箱宝不拿一些出来 那怎么可以对你们有些交代 所以我们再来讲一下 我今天要讲半导体的鸭箱宝 再来讲MIDI LED 再讲网通股 OK 好吧 那这一些一样 你可能第一集没看到的话 没关系 这一些都一样 你想要这个资料 随时再加Lite上面下得好 要钱吗 免钱 完全免费 OK 好吧 那而且你要记得 我有一件事情要特别给你预告 大家在开红盘的时候 才会看到节目 但是阿翔在开红盘的前一天 下午的三点钟 我就会直播 大概应该会把国际股市的卖动 还有他们涨什么股票 大概就像我们的桌报这样 很认真的跟大家解读一遍 大概应该会维持有将近 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节目 要不要钱 不用钱 也不用密码 直接就YouTube上面看 记得哦 记得哦 好 那这个时候加入Lite的时候呢 你有任何的问题随时 各位来问阿翔 这是我们的互动平台 那你要有什么资料 也可以从上面来讲 好吧 OK啦 好 那么在第一集的时候 讲到半导体 因为半导体如果不涨 台北股市要涨什么 两万点 门都没有 不要跟我讲说 我就需要涨 涨金融股 我就涨到两万点 那好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2603 那为什么会这样跌到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长龙 那长龙去年大概赚了 我们看一下 他去年11 前三季的时候 已经赚30块了 那才30块的时候呢 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第四季在 在营收的历史性高 再赚 那不是赚了快50块吗 赚了快50块 股价在哪里 股价在115 本利比多少 2.5倍 那为什么不涨 所以关键的部分是在筹码 关键是在未来的展望 我们要选的股票就是 今年要比去年好 不是去年最好 今年有点时候 那股票就不会去 所以我们的法然在买什么 法然当时在买3189 景硕的时候 你去看一下 最近跌下来了 我有给你叫你 要比较少许 我已经讲了 那时候30几块的时候 一路涨涨到297 这去几倍 去这10倍了 你看3406的 这一个 不是 8046的 这一个蓝电 从35块涨到631块 涨几倍 涨了快20倍 那3037的 这一个新鲜 从23块涨到247块 涨了10倍 那个就是一个成长企业所创造出来 今年这种 这种股票少 涨到哪里 涨到权重股上面 那有一些股票 你不认为它会涨那么多 但是它还会涨 那因为你可以买得多 台季店 如果你现在 有人告诉你 台季 青菜今年 青菜的款式是一千 你咬买吗 半米包 买下去 是这样 红包全圈压上去 是不是 今年有什么股票 能涨到10倍 那个会比较少 有 一定有 但是会比较少 这样了解吧 所以重点在这里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 讲到半导体 我们今年的操作 有些股票 要拿大级 碳修级 你要把它垂扁 拿大级 碳修级 什么概念 台季店 就是台大级 碳修级 不是这样吗 台级 600多块 然后你看 6719 6719 我给你看一下 例子以前是几块 刚挂牌的时候 才几块 150块 150块 涨到1000块 这一段最好赚 那后面这一段 那就6415的概念 6415的概念 以前要来拍摊 一千块 去到五千块 上公不去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而已 这样了解 所以6719 在挂牌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要挑战哪里 挑战 西里 那我们讲到这里 讲台积列 在讲完的时候 我送给大家一档股票 就6789 我有跟大家讲 这彩玉 你不要看他这样 他其实没有创高 彩玉未来有机会 到一千块 有 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到一千块 现在股价是多少 现在538 未来震荡回来的时候 你要干嘛 回头啊 你有看到吗 就是买啊 不然要怎样 只是本利比太高 不然买不下去 我说如果 未来他可以到一千块 你现在敢不敢买 赚很少 所以啊 所以今年我要跟大家讲的 车涨会比较 成长度比较大了 在哪里 在迷你而已 再往通福 这是我第二阶段 要给你讲的这些股票 好吧 那这一档我要给你了 这都要拿大级 探修级 然后又被里面垂扁了 死合金城 怎么讲这样呢 那你看 那你要给我一个 那个叫做3592 也是这样 这也都涨这么多了 那6719也是这样 没有关系 这一盘 这一些股票涨了 那一些比较低价的股票 才能涨倍 一倍两倍三倍 就像我当时 我讲古早古早 我带大家做的时候 是金像店的时候 是在这里 不要怀疑 就在这里 14块 这一次我跟你讲 3059会上 不是1000块 100块 那你慢慢等吧 有没有机会 那我要讲 6235的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叫特斯拉概念股 那时候15块 16块 有没有涨一倍 然后2374的部分 这个都讲过了 15块 30块 那些都是过去 过去 我们就放之如流水 我们现在要布局的是未来 我等一下跟你讲的是未来 重点就在这里 OK 那这个补充给你 补充6789 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不过是用抽签就好了 抽到可能 贪十几万 应该是OK的 好 那再来的部分 我们讲到金链 金链的部分 是miniLED的圆连 应该是这样 圆连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一下miniLED 讲miniLED之前 要再给你交代一下 记得 加Lite 你要我这手上所有资料 你都可以来 跟我们互动 都可以 这个Lite 这个Lite 这个看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miniLED miniLED 谁不知道负财 谁不知道惠特 谁不知道台表科 这个就是投信 买的三档股票 那这个就是 感测员界的顶元 跟台亚 台亚就以前的光磊 好 那我们就看这三档股票 看起 看起以后 有没有新的 也要讲一下 对 都要加下去 加码下去 那3714 我给大家看一看 来 你看去年 可能 可能是什么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几年 一整年都没涨 今年会涨的股票 基本上可能去年 都没什么涨 它才可能涨倍 股材有涨吗 眼泪都哭出来了 这个三脚收斂 然后今年涨起来 哎呦 它怎么会涨呢 我都不相信 你看 股价从75块涨到97块 慢慢涨 慢慢涨 你看 投信 只进不出 只进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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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进买 就这样 天天买 说今年要赚5块 明年赚8块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涨这一段 是因为 说一个告诉我 你听 是因为 那个苹果件 你看苹果件 苹果的 不然的件 它就看不起台湾 看 阿拉阿 比较好 找了三安光电 说不然你做明年 你带我看看 哎呦 明年 那三安光电 哎呦 我有什么做 阿今天又做呢 买过来 那些东西 不行啦 没办法 皮子梦梦的 还是来跟付财 哎 你还搓我啦 你去扣肠啦 那库克 简直就是贱人 真的 我就骂他是怎样 我们台湾的 那些可乘是不说 我没得做你的行李啦 对吧 是这样嘛 那你看 对吧 那6278 台表科 6706 对吧 这个东西 那谁最强 3714 谁都不用想 就3714 好吧 那基本的架构来讲 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负财 他会再创高 负财 那个100块 不用看 今年就看105啦 哎呀 是这样 今天有点 没什么 8块不可以 7块不可以 7块20块就100块 是不是这样 负特 负特这设备 设备股 不要过度的追高 因为设备有时候 一遍不下 他当然有挑减的业务啦 但是这样台表科 台表科 骂他贱人 台贱科 美国钱高必拉回 美国钱高必拉回 就是这样 那这个顶元 顶元现在的董事长 是李秉杰 这也可以注意 这个是台亚 台亚已经起了一倍 所以台亚部分 休息一下 那未来还会创高 那当台亚创高的时候 顶元有可能会 会涨一倍 这个部分 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样讲一下 会知道 那这个部分 阿蘇比 来这里就给你补一个 这个叫miniLED 对不对 那未来 miniLED是过度的产品 过度的产品 未来会往哪里走 microLED microLED的巨量转移 microLED就是mini 还要小叫micro micro 就是micro 那mini就是比LED小 叫mini 再来一个小的就是micro 那microLED 才是未来成熟的产品 但技术很难 叫巨量转移 全世界巨量转移 最厉害叫nitron nitron现在谁最大股东 samsung 给你教你甘 我们本来是尤达 现在变nitron 但是nitron跟有一家公司 就股权的交换 你怎么知道 不知道 偷偷跟你说一下 说到LED的事情 这些叫来宝 来宝 来宝涨那么多 来宝涨那么多 有两个原因 一个 零酸力的电池 一个是未来的microLED 等microLED又 又又又又这个信息又出来的时候 那 那这个来宝会上去 你看投信 虽然没有连续买 投信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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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他只要这个地方没有跌破 基本上来讲压回来震荡 只能打一个WD 只要法人再买超 营收起来 那就OK了 他就会再创前面的高点 这样了解吗 这个就是mini LED的同时 给你补一下microLED 这样知道了 OK 那这样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单元的第一个阶段 mini LED讲了 那再来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讲一下 过完年之后的MWC 就是这个MWC的展览 然后这个展览的时候 讲到网通股 就是世界通讯大会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各位好朋友 新年快乐 恭喜花财 获利满满 好 那这是第二单元的 后面的这一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要讲的是 过完年以后 最大的事情 叫做MWC 叫世界通讯大会 那这个时候呢 有什么题材会出来 5G 网通 所以网通这个族群 古年 都缺货 缺晶片 大家爱爱叫 那什么Wi-Fi6 Wi-Fi61 Wi-Fi7 这个不你家换了吗 我们家都还没换啊 所以那未来的 那个市场啊 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你讲的 是网通股 网通股 好 网通股是我们台厂里面啊 应该是这样 仅次于IC设计最大的族群 就是网通 网通族群很大 那网通族群呢 这个部分呢 以前涨到什么 涨到什么 迷你卫 这个叫什么 低轨卫星 涨到低轨卫星 涨到什么 2314的台阳 最近是怎么 卫星掉下来了 不是 是大股东卖了一点股票 所以你看低轨卫星就这样了 是不是 那么6190 我记得6190 哇 低轨卫星掉下来了 卫星 因为低轨卫星 所以比较容易掉下来了 我开玩笑了啦 因为低轨卫星它的市场 其实它的受费程度没有那么大 受费程度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那反而呢 是WiFi 6 这个网通5G 这个受费才大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又讲到了 这一个FWC世界通信大会 那我们就来谈一点股票 那我慢慢谈 网通股我给你看 这一整年 就去年到现在有没有涨 那我们看最近在买的 我们看最近在买的叫5388 你看5388 我把底下 有有这里有 5388这是投信买的 这是外资买的 最近外资跟投信是联手买 那现在买的股票最好是联手买 我来给你刷到旧年了 你看 你说这是有起什么 起到啦 没起了 都没起到 两年都没起到 所以让人家讲一下 说法就起一杯两杯 也是正常的 你看这个是这样 你看一下 看一下3189 你起的是啥 这人 这个人逼人起死人 就是这样 那所以我在讲说 这一个我在 我用这样长远给你看说 其实长多了是53491 太激动了 你看这个就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就想厉害了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概念 我讲给大家听 其实低轨卫星要什么 要天线 网通股无线路由器要什么 要天线 然后我们家里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5G要什么 要天线 所以我还是回到 我讲的那个主轴 我认为网通股 其实最大受贿的叫天线 那只是有一些股票 因为筹码的关系 它也做拉回 你看 你看这个圣达科有拉回 我那一档股票 被大家可能要6792 是6792吗 你看 这永夜一度从100多块 长一辈以后又回到这里 你知道不用天线 回到起责点 不是天上 掉下来礼物 我应该拿一些红包来这里撒才对 这里有很多红包 对不对 应该拿红包来这里撒 是不是这样 那你赶快 那个拉得进来 前五个赶快撒五个红包出去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我意思说像这种股票 回到原来起责地 你不是要买吗 是要拿 要拿回来放天线 每一个地方都要用到天线 不然你5G要用什么 插两个棉花棒在鼻孔吗 不太可能 叫天线 所以3491上去 然后3138 这个3138 要灯也下来 你知道要灯以前长到几块吗 你看一下 你挖一下 哎呦 五百几块啦 对啊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认为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呢 天线是一个 一个 我认为可以长期持有的股票 第一个位线要不要天线 要 WiFi要不要天线 要 5G要不要天线 要啊 那卫星定位要不要 要啊 全中华民国卫星定位最精准 可以定位到 一公分的是谁 是六七九二啊 你看他落到这样啊 是怎么落到这样啊 因为 都没量啊 有量跌 跌到没量 所以有的股票呢 有时候在每量的时候 是你一个 DJ的机会 我给大家看 3189 我再给你看一下 我就拿这个例子给你看 以前也可能 那时候也落到极极架呢 落到极架呢 你看 有量吗 股价在低价当然没有量啊 所以有时候 北斗要看 我以前啊 曾经你有看过的节目 我曾经讲过一个股票 叫联花科 那时候我说谢清天当发言的 我说谢清天是一个很老实 副董事长 但是哦 化妆师不能当 因为哦 每天出来的优头感应 我公司业绩不好 我买你股票 那时候两百 两百 还两百多 我说他就换价来 股价就涨 好 真的换下去 你去看看我 以前YouTube 是不是这样讲 我说他技术是不错 但是呢 一个伪装的人 不能油头感应该出来 我欠你三千万哦 是这样嘛 就是这样的概念 好 你看人家 你看那 24 2484 不 2454 那那个 那个 不是 不是啦 对啊 2454 对啊 2454 你看那执行长 多厉害啊 每天这样 10九点 没10九点 我没说 你看他执行长多厉害 出来千几块 你看没有在台积电 到年华科环 一月多年 是这样 好吧 那这个部分 基本的部分来讲 跟大家这样讲一讲 好 那往通股 我集党股票是可以看的 第一个天线 我其实这样 放得起天线 你看看 3491 这是3491 是投信 但是买买 又没买的机关 没买 3491 那另外一个就是勇业 是我跟你讲 被错杀 委屈的天线 6792 这样 6792 会大高中的上 友达 那另外有个92 叫什么 3592 我觉得92 我认为以后的勇业 走的是 瑞鼎的模式 你给我们一点时间嘛 他现在 瑞鼎 那3592 是瑞鼎 6792 看一下 赚五颗 43% 3491 38% 赚几颗 赚两颗 够 人家赚他的一杯 那够 182人 150 这个当时还没天流 那但是没办法 为什么 一个法人没有买 所以投信 你们家 今天有看过的节目的时候 经历下报告 经历参访一下 这是一个 一档可以涨到 涨上去 最起码赌价 可以涨到 应该 我认为 它涨到三五百 都很正常 就是我讲的 对不对 那就是长线来讲 那基本面 写在这里 你自己看 那再来 智力 智力是本益 比低 三五九六 前一阵子 我们讲完以后 它涨上去了 前一阵子 我们在这里 你看 在这里 起起 起起 这些效果 效果的 效果的 这个外资在卖 投信其实还没有卖 所以还OK 那再来买最多的是 5388 5388的中的 你看 这个微型基地台的 毫米坡的 这个部分是这样 那你看 最便宜的叫正文 正文 4906 外资 外资也 投信也 这个 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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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这档股票 叫正基 你有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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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到正基吗 正基是他的子公司 要挂摆 你看正基 你有看到吗 给你看 正基 他4906 然后加上他有6550 他有6550北极星 北极星要减 OK 从这个角度上 我们把这些股票 我来跟大家讲一讲 两个天线 一个基本上的路由器相关的 这个小型基地台 小型基地台 毫米坡 卫星毫米坡 是4906的强项 那这个部分呢 我认为 这所有股票 都可以创 今年高点 是这样 你怎么很像的呢 不跟你介绍 没有创今年高点 要怎么做 所以我认为 今年要涨倍股 再网通 今年要涨倍股 再网通 我给你看一下 五三八八 这可怜 你说不可怜吗 三年都没起 你都没起过 你看 这几年三年都没起过 总也要论到我 是不是这样 那3491已经长成这样了 你说没长 从50几块 长到200多了 那这个6792 从这个100多块 长上去 又跑到起脏点了 还不知道接 来 那给你看一下 剩一分钟要结束了 好吧 那这个 至于看 那应该回到起脏点 至于拉过高 中壘 我觉得今年上100块 正文 正文应该上个 上个这个 这个50块 应该OK的 这个部分是这样 声达科 还会再创高 那加拉艾特 我们为大家 特别推一个 红包专案 祝大家操作顺利 新年快乐 获利拜拜 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一年四季 行好运 八方财宝 进家门 欢迎投顾 祝您财运分通